今天你有权有势 你杀人不要长命 可是死了之后 你到鬼道 到地狱道 被杀的人要问你说命 你的麻烦就来了 如果你的福报不够大 在你晚年的时候 被杀的这些人 都在你的周边 在你周边 你周边就阴气很深 你头脑就迷惑 常常干出坏事 加重你的罪业 这就是冤亲债主来 说命 来讨债的 所以懂得英国 不敢做 现在这个社会 堕胎的风气 很深 堕胎是杀人 杀自己的儿女 儿女到你家里来投胎 跟你有缘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缘 四大类 报恩 报怨 逃债 还债 这四种 这个小孩要是来报恩的 过去你对他有恩德 他这一世遇到你来报恩的 孝子贤孙 你把它杀掉了 这报恩呢 就变成冤仇了 恩变成仇 他再来的时候是报仇的 你是你麻不麻烦 逃债还债的 原本是债务关系 你现在把它杀掉 债务之外还加上仇恨 你决定跑不了 死了之后 各种地狱的罪 你都得要去受 你受不完的罪 最后还要还命 欠命的要还命 欠债的要还钱 杀身吃肉 这现在社会好像是正常的现象 你完全看错了 佛经上书 你吃他半斤 你来生还他八粮 为什么 你欠他的 你吃羊肉 来生你投羊胎 你被他吃 你吃鸡肉 来生你变成鸡 也被他吃 就这么吃来吃去 远远相报 没完没了啊 想想我们一生 吃了多少众生肉 哪一辈子才能还得完 你就害怕了 要怎样才能不还呢 现在说佛懂得了 把我们所修学的功德 统统回想给他 把过去这个冤结化结 希望这些冤亲债主 都变成我们同餐道友 我们一起来休息 将来大家统统往生 基罗世界 除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许许多多人 给你讲的这些办法 都不是真的 都不能化解问题 化解问题 只有这一方 脱离留在轮回 脱离是发解 我脱离了 我一定要发现 帮助他们脱离 我这一生 所吃的 所杀的 我一定帮助他 我一定 救度他们 脱离苦害 这些众生 才肯原谅你 才肯结束 化解怨恨的条件 我们自己修得不好 他来找麻烦 为什么呢 你说的话不算数 你做不到我 你真正修行的欢喜 他来做你的活法 为什么呢 你成就 就是他成就 我们共同成就 所以他欢喜 做你的活法人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